越老越沉越沉越香 是茶叶的特点 也从而孕育出了独特的品饮和老茶收藏文化 鹿谷有一位茶农 有鉴于台湾掀起了一阵普洱茶风 带动了台湾老茶拍卖的热络 因而引发收藏比赛茶的念头 12年前他开始收藏买卖鹿谷香农会等等 比赛得奖的老茶 每一件都保存得相当完整 每一年入骨香村茶与东茶的拍卖会上 总会吸引相当多爱茶人士捧场 而在乡内有一位年轻林姓茶农 除了卖茶之外也喜欢收集得奖比赛茶 从12年前开始每一场比赛茶的拍卖会 他总是提早到场 收购自己所喜爱的茶叶 林姓茶农强调点藏老茶交易 价钱不是问题 重点在于以茶会用 也为入骨香农会冬顶乌龙茶茶赛 留下最完美的见证 林姓茶农表示 大陆普洱茶在拍卖会上价格已被看好 而台湾的好茶应该也有这样的机会 因此开始收集得奖茶叶 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电视上都会有报导那个拍卖会 那个普洱茶都每年创下那个天价 然后我是觉得台湾茶应该也要有这个机会吧 因为在地球在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是环境世纪分明 而且环境特好 林姓茶农的妻子表示 由于深茶比较利对肠胃比较不好 而老茶喝完之后 喉咙感到舒服因此开始收茶 因为深茶太利了 所以我对肠胃不好 所以喝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才会想说 去买一些老茶来喝喝看 所以才会开始收购 然后又刚好我先生有一个朋友 有囤到货 所以帮他在网路上卖 然后卖了之后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开始一直收藏 然后喝了之后 其实对我们的喉咙很舒服 当时我的肺不是很好 然后这样吃一吃 咳嗽都好了 而收藏对象 以得奖比赛茶为主 且原封不动 以保存它的价值 以比赛的为主 然后原封的 然后散茶我们其实也有收 但是以原封的收藏价值会比较好 在比较有它的收藏的那个 对 比较不会有一些争议 早期应该说它都以药包的方式 包 所以它的发酵会比较好 转换会比较好 然后喝起来其实也比较好喝 然后变化很多 有时候会变成酸的 有时候变甜的 有时候会变成一些果酸味的都有 这些老茶年代都十分久远 在市场上已不多见 毕竟早期茶浓 认为过期的茶叶早就丢弃 怎么会知道台湾老茶是难得真品 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富于老茶独特成像 红韵和口感 只有七夕品味 才能够感悟到台湾老茶比福尔茶更具活性和真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